屏東黑鮪魚產季開跑 今年魚泉捕獲量大豐收 昨天單日住140尾的黑鮪魚進港拍賣 是今年目前最高紀錄 摩金節前夕大豐收 配合了一系列觀光季活動 余慧也歡迎大家帶著媽媽 來當地品嘗高檔的黑鮪魚料理 老闆利多刀工切著黑鮪魚生魚片 一份大約有12片 每一片都看得見厚度 滿滿一盤只要150 就能吃到道地的新鮮美味 那種的部位是例如像哪些部位啊 就刺身中部三部金三角 油花最多的金三角 以及各種不同部位 擺在一起讓人口水直流 搭配鮭魚 鰭魚等其他生魚片種類 一整盤也只要300元 會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今年黑鮪魚大豐收 漁會統計截至目前 總共不獲672尾均價下跌 每公斤平均落在500到600元 東港漁會昨日黑鮪魚的交易量 是我們目前今年以來的最高數量 總共成交了140位 這個禮拜其實又剛好是母親節 可以帶著自己的媽媽 到我們東港這邊走走看看之後 也可以直接在我們東港享用當地 高檔又最好吃的黑鮪魚料理 黑鮪魚即開跑 東港碼頭在9號單日 就有140位黑鮪魚進港拍賣 是今年最高紀錄 所有鮪魚擺在一起 幾乎把碼頭塞爆相當壯觀 為了食品衛生 漁會也特別要求落實魚體不落地 因此所有鮪魚都放上推車 如果要在地上分切 必須鋪上帆布或是木板墊底 魚市場也會免費發放 顧及食安以及觀光形象 歡迎民眾在黑鮪魚季 一起來品嘗道地美食 記者 蘇世偉 評論報導